佛陀出现世间 硬化人间 为人间带来法宝 让我们能够离苦得乐 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 叶赌明星 弃物实相 说道 奇灾奇灾 一切大地众生 皆有如来智慧德相 只因妄想执着 本能证得 告诉我们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一切众生终将成佛 临山会上 释迦拧花 加设微笑 顿江正法眼罩 涅槃妙心 持相胡相 为妙法门 父主母和加设 佛教呢 它是一个教义 佛在于长时间修持 而成就 佛教我们 佛教的真理 是世间的真理 它不是花明 它是因为我们人 所以产生的这个教义 佛教教我们 以后走到怎样成佛 要成佛 那当然要经过的一个阶段 这个过程 就是要修持 要修持 要把我们的不好的 去除掉 要把我们的事无量心 提起来 就像一个母亲 她能够完全地付出 无缘无悔 佛教 佛教一样 他教我们 能够走上最高的成就 佛是觉悟的意思 也是指大错大悟 自觉又能觉他的圣者 释迦牟尼佛在悟道后说 如果众生都能照着佛所修行的方法和道理去修行 每一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 佛陀出现世间 是硬化人间 为人间带来法宝 用法宝帮助我们 离苦得乐 让我们有修行的方法 并懂得修行的道理 十方新闻记者 赖伊荣新竹采访报道